旅館值班櫃檯外 房客落著上半身 拿旅梯朝大門一丟 櫃檯人員站起來了解 嚇得往後退 房客質問值班人員 動手推甚至三巴掌 房客喝得醉媽媽瘋狂叫囂 無法溝通 所以我不方便過去 男的就跑到櫃檯 直接拿梯子要砸 連續打了差不多七下 當時這名男子跟老婆 週三晚間來到這間 屏東芳寮的旅館住宿 沒想到黃湯下渡後 竟動手打人 警方一查發現他是同氣犯 六十七歲 男子跟老婆入住旅館後 沒多久就在旅館外吵架 老婆跌倒在地 男子質疑值班人員沒有幫忙 男女提攻擊動手殴打 造成執班人員鼻子臉頰頭部受傷 動手男子先前因酒駕遭通氣 現在又酒駕鬧事打人最佳一等 被害人家屬說警方到場後 打人男子還出言恐嚇 飽受驚嚇決定提告 三立新聞圖永泉成員 屏東報導